1号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军本来计划建造 4500吨的导弹巡防舰 但因装备研发困难 现在已经确定不造 改为建造2000吨的原型舰 有台湾军方人士表示 改造更轻型的舰艇 无法满足台军的需要 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海军本来要建造 4500吨的新一代导弹巡防舰 但因所谓中科院一致的装备 不符合海军需求 全案延宕多年 根据8月31号 送交台湾立法机构的 房屋预算书 台湾海军已经决定 要放弃原计划 改为建造两艘 新型2000吨原型舰 预算金额不变 仍是245亿元新台币 有台湾退役将领认为 把导弹巡防舰 改为吨位更小的轻型巡防舰 这本来应该是两个案子 现在却只更换名字 就完全套用预算 并不合理 台湾媒体评论 此举形同黎猫换太子 也有台湾军方官员认为 大陆在东部海域军演的舰艇 已新舰居多 相较而言 台军建领老旧 即便新造轻型舰艇 也未必能够应付解放军